另外是一个住户的困扰 住在南方第二渔港旁的朱正雄 因为隔壁的空户 早年在屋内丝洼地道 直通港口来走私烟 而长期以来海水是倒灌 来逐渐侵蚀他们家的地基 让他担心房屋会倒 所以特别陈琴县员陈金玲 需要来寻求解决办法 叫人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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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本来都老水的 本来都 本来都比起都老水 看到朱正雄先生家 墙壁跟地板上一道道的裂痕 这都是因为早期隔壁邻居 为了走私香烟 在屋内丝洼地道通向港口边 虽然现在地道已无用处 但是受到海水道灌冲刷 逐渐侵蚀朱先生家的地基 造成房屋龟裂 他自己还用钢筋加强损坏的地方 担心真的有一天房子会垮掉 这甘生说我们家旁边这都会批 这家的都会稍稍稍去 我不知道老板这家 这家又是 去梯子又被担住 这家才不说一直接下来 以前就是 从那些厌坑里面那样 一直一直 去梯子在这里 朝书来放风 放到百多条的风 百多新风的风 梯子在这里都透空 我们这边可能梯子 我们看不到 所以说 就 就要求 要求 来把我们吞吞起来 像说我们这边 不会贴散 我们这边心意 心来心跳 在这家 很多人住在这里 这人刚才说 涮起来 很危险 因为他那边 水 水 噓噓噓噓噓噓 水 冰起来 对吧 譬如我们冰起来 水一直在里面 今天里面是透空 今天里面是透空 一直盯着 刚才 撞下去 我们一直怕这样 对啦 朱先生在六月份 呈向苏二镇公所陈勤 但公所无法处理 于是转向县议员 曾经领求助 议员建议县政府 应该联系渔业署等 相关单位开协调会 讨论弥补地方居民的办法 而且要调查 是否有更多这样的孔道 影响于港周边住户的 生命财产安全 那毕度162号 主席民众到福祖来 要求协助 那现在的这个地道 原来的时候 它有油压 都控制起来 水不买 现在已经几十年来 这个梯子无法度 炸掉了 所以海水的导灌 都在他们家里 他在隔壁 地基都受到严重的侵蚀 因为这个漁港 南部漁港是属于第一类漁港 他的全属属于 鱼的属 所以说 我也请了 观众联络 连络他就属 还有所有区议会 所有地方属 和这些相关单位 最近要开一次 协调会议 如何来 善后 走私的孔道 是不是从这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一并 在南方澳地区 这个漁港码头里面 是不是做全面的清理以后 来做一个 弥补的一个措施 好 如果有这些孔道 的属属 住在那里面 更安心 宜蘭新闻记者林奇朔 采访报导